好,各位同學,我們要上課啦 大家好好期待一下這節課跟下一節課 這是我們這學期最難的兩堂課 不過難帶來的代價是好的啦 我們來好好介紹一下什麼叫支持向量機 那這個東西到底有多厲害 好,我現在跟你們講說 這個模型叫支持向量機 support vacuum machine 講這個名字啊,你們有辦法萬文生意 講出它是什麼東西的可能性區域裡嗎 因為太多你們不知道的專有名詞在裡面了 好,那我們現在來好好的 我們現在你只要記得這是一個model就好了 那至於它叫什麼名字不是這麼重要 我們先講一下這個model的精神想要做什麼 好,我想就是先前的課程 大家應該可以理解 非線性模型應該比線性模型更厲害一點 好,這個大家現在應該同意嘛對不對 好,那你同意了這句話以後 非線性模型要怎麼做 如果我們思考了一下這個多層感知機 或是人工神經網路的原理的話 非線性模型它的邏輯跟線性模型比起來 它的邏輯是不是做特徵工程 特徵工程是什麼意思呢 我把很多不同的變項組合在一起 然後產生一個新的變項 那這樣子也許這個 舉例來說我如果 方程式裡面有一個x1平方 那這樣是不是它就是非線性模型了 好,可以接受這件事情了 好,那特徵工程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在於 特徵工程啊 就是如果我們要手動做特徵工程的話 我們總是不可能去參透x跟y實際的關係嘛 對不對 誰跟你講多次244的關係了 搞不好它是444或544啊對不對 所以無論如何你不可能把所有的特徵工程的可能性 都把它做完 所以大家可以接受這件事吧 好,所以 比較多層感知機的解決方法就是 我們模仿神經原進行運算 我們讓那個特徵工程的方式變成自動的 然後從而讓我就是 讓我就是不需要預先去進行 不知道到底x跟y是什麼的關係的這個假設這樣 好,這是多層感知機的邏輯喔 好,那這個 support vector machine 我們這邊講它找出一個kernal trick 這個東西啊 我下一節課才會講 這個東西就有下一節課才會講 但是你只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它想要做的事情也是在做特徵工程 但是它有一個瘋狂的想法 它的瘋狂的想法是 就是把現有的特徵 擴增到無限多個變數 你們覺得有可能擴增到無限多個變數嗎 我現在來問大家一下 有沒有人要回答的 你們思考一下 先進行可能 如果我做一個 我做特徵工程 特徵工程 特徵工程就是我把 呃,就是我前面講這首十個變向好了 我把它做一些組合 那我有可能做出無限多組的特徵工程 那我有可能做出無限多的特徵工程 那我有可能做出無限多的特徵工程嗎 好,那我們點得很好了 好,那我們點得很好了 永安 有沒有可能啊 有可能 有可能,怎麼做 有沒有人要幫他回答的 我們先劇透一下 有可能 可以做無限多的特徵工程 那要怎麼做呢 沒有人想得到 好 你要做 產生無限多組的特徵 這個本身 這個本身其實並沒有這麼難 舉例來說 你可以設計一個 設計一個函數啊 舉例來說 這個 我隨便舉個例子 舉例來說 現在我十個特徵對不對 我現在有十個特徵 我的第十一個特徵 等於前面十個相乘 我的第十二個特徵 等於前面十一個相乘 或者你還可以設計一些其他的花樣 這樣子 理論上你就可以到無限多了 當然就是 受限於運算資源 你可能沒有辦法到無限 你可能沒有辦法到數學上無限 但確實是可以一直擴展下去了對不對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可是有一個問題啊 今天你真的假設有無限多個特徵 你有沒有可能建一個模型 然後有無限多個係數 因為你要有係數 那個方程式才會變成一個 可以代入式子 代入就是 丟個sample給它 是要幫它預測出來嗎 我想答案起來是不可能對不對 你不可能有一個 你不可能有一組係數 有一組係數 無限多個數字 這是不可能的事嗎 對不對 因為東西還沒出來以前 你沒有辦法求解嘛 可以接受 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特徵工程是有機會 弄到很多很多無限擴展下去 可是 你特徵工程做完了以後 你要求解 係數是不可能的 你不可能 現在還沒有產生出來的特徵 你就知道它的係數要填多少 然後它對整體的影響是多少 這個你是不可能知道的 好所以 知識相當機就需要 有一些特別的方法 來把這個問題給解決掉 我先跟大家聚透 今天 我沒有辦法交到無限多維 可是我在下一節課的時候 經過我們 兩節課的求導 就是這個數學推導 SVN 就是智商機 將會可以 支持 無限多維的 這個 測量工程 好所以大家知道這個東西很厲害了 對不對 好那我們先從簡單一個Sample來開始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sample X1跟X2 这个分别是这个 X座标跟Y座标 这是红点跟 这个红点跟 这个蓝点 好我现在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这个如果今天 你想要找一条线 把红点跟蓝点分开 请问一下你要怎么画 有没有人要讲的 这个应该很容易吧 这么简单的问题 这个小朋友都会做 找一个三岁的小朋友来 他可能都有能力把这两个点 红点跟蓝点分开 你们有没有几个手的 来 讲一下怎么做 怎么斜角画 这样画一条 那你觉得哪一条比较好 这一条比较好 怎么样决定他比较好 只要能分开都是好的 好 那这个没关系 就加个一分嘛 好不好 永远你只能加半分哦 你回答 你只回答了一半 你只能加半分 好来 反正 就是这里画一条线嘛 对不对 你应该看出来吧 你应该看出来 这里画一条线比较好 你应该不会觉得 这样分比较好 应该没有人这么觉得 对不对 也不会有人觉得这样分比较好 为什么 他不完美嘛 对不对 有好几条完美的线 可以把蓝点跟红点分开 这样可以吗 好那其中里面哪一条是最好的勒 我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在数学上 我们一定必须 讲到最优解 你不能 你不能跟他讲说 解无限多条 你要想一个最优解的定义 好那我们来看看最优解的定义 你们觉得这条好吗 你们觉得这两条哪一条比较好 来比较一下 比较一下 这两条哪一条比较好 这个没有加分 来投票觉得上面那个比较好的 举手 投票觉得下面这条比较好的举手 好我想大家都同意下面这条比较好 好因为是因为这边看到了吗 尽管我们不清楚原因 但我们觉得这条线比较好 但你要看得懂下面这里 首先你要知道 这条线是x'1'1'x' 好我问一下 我们随便 这个举手发言有加分 来 为什么 讲举桌这条线比较好的 有没有人可以讲出个原因 都没有人要出手 来请讲 讲非常好 这个加两分好了 他讲出了标准答案 这是真的标准答案 为什么这条线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这条线比这条线好 因为 我们用这条线来表示会更清楚一点 所有点离它的距离 所有点离它的距离 因为离它的距离是用它的垂直线来转的哦 注意这件事情 可以接受吗 所以它是两条平行线 是它离其他最接近它的点的最小边界 这样可以吧 他想要这个面积最大 这可以接受吗 可以哦 大家有听懂这个数学问题吗 我现在有一些红点 一些蓝点 我希望找到一条线 这条线可以分割它们 那只是第一个条件 因为有很多 很多点都可以完美分割 很多线都可以完美分割这些点 这样可以吗 这是约束条件 好那还有一个额外的条件 就是这条线要距离最接近的点 要最远 这句话挺清楚哦 不是平均距离最远哦 是要距离最接近的点最远 你会关心这个点 跟这条线的距离吗 你不会关心 你不关心它 你关心的是 首先先把每一个点 跟这条线的距离算出来 算出来以后取最小数 然后这个数字要越大越好 是不是有点倒口 有听懂 我们现在要找这条线 它的数学上的特性吗 好我们再讲一次哦 首先你要先计算每一个点 到这条线的距离 接着可能会有四个距离 或是你如果一百个sample 就一百个距离 这一百个距离的最小值 你要先求出来 然后你希望 这个最小值 它在所有的线里面 它要最大 这样可以 因为每一条线 都有一个每一个点 跟它距离的最小值 你希望这条线的距离最小值 最大化 这样可以吗 有没有 是 不太 那个 有没有人没有办法理解 我现在讲话了 好 假设大家都理解 那我们要写数学词了 好 写数学词之前 我们先定义一件事情 来 我问一下大家一件事情 这一条线 这一条线有几个参数 几个参数可以决定一条线 来这个也可以加一分 平面上 几个参数可以决定一条线 来请讲 非常好 加一分 好 那我现在再问一件事 几个参数可以决定 这一条线加两个曲线 一样加一分 来 好 给大线加分好了 让你讲 四个 你同意吗 诶 你们有冲突诶 来 四个你先讲讲 为什么四个 这么多条线 怎么感觉起来 应该要六个吧 三条线应该六个啊 你为什么说四个 诶 写率一样 很好 来 那你为什么说三个 蛤 距离参数是什么意思 我听不懂 你只要一个距离参数 好 这条线要两个 两个 这条线要两个参数 这个我们大家不懂 业嘛 对不对 他刚刚说四个 你现在对三个 你很害怕 你的 你对你的答案 不够自信吗 你当然 但是没说 可是你 你讲的是正确的答案 那你有自信了 你现在可以讲 为什么这个三个了吗 诶 诶 讲得非常好 诶 大家听清楚啊 这两个虚线的距离要一样啊 他可以不一样吗 诶 讲得非常好 他如果不一样 就不是最适合了 诶 诶 诶 那个 刚刚讲四个 你同一针是什么 如果今天 你想想看 这条虚线 如果有一边是 有一边比较接近这个实线 另外一边比较远 那那个实线的距离 应该要移动啊 对不对 移动到 这两条虚线中间为止 这样才是最小 最大化 可以接受吧 同样的斜率之下 最小值最大化 必须保证 两个虚线 跟这条实线的距离一致 这样可以接受吗 所以有三个参数 来决定 这三条线 决定这件事之后 我们就可以另一个式子 我们另 W0加W1乘X1加W2乘X2等于0 为主要的出现 是这条线 这样可以吗 这条线跟这条线 分别是 W0加W1X1加W2X2等于-1 和等于正1 这个-1跟正1 你想要令 是-2跟正2也可以 他们两个必须相等 可以吗 那如果不相等的话 距离就不一样了 这样可以接受吗 所以我现在设计了一组方程式 总共有三个参数 就是W0 W1 W2 然后 他算出来的结果分别是 以0为中心 然后 你可以讲成是-Y跟正Y 但为了方便我就设1就好了 因为这个参数 你设1还是2其实不重要 为什么 因为你设乘2的话 那你就所有式子一起除以2 是不是就变1了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 我后面设的这个数式不重要哦 我们来 就是 来 这个 这个我们现在来进行一下 距离的计算 如果你要 你现在有了这条式子以后 你要计算点到线的距离 你要怎么算呢 你可以透过这个公式来算 W1 W2的平方 开根号 分之一再乘语 把这个式带进来 这个距离公式 这个距离公式 我现在没有空推导给你看 点到线的距离公式 你们应该是 自己有办法推导出来吧 我刚刚这个是向量式 为什么要用这个式子呢 因为等一下有求解的时候会比较好 所以我们就先同意它了 这样可以吗 来 距离公式 距离公式这个样子哦 距离公式长这个样子 Y先不要看 距离公式长这个样子 W2 这个是距离的意思 距离 在开根号的意思 距离开根号 W1 W2的平方嘛 这样可以吗 平方合 然后开根号 然后再加上 把参数带进去 这个距离公式你们自己推导啊 好来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算出来的结果大概 大概都是正确的啦 算出来的结果都是正确的 你可以自己试一下 从这三个点 这三个点的距离 也就是这三个点 都是0.7 这个点离得比较远 1.4 1.4 这样可以接受吗 好你接受了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 有这个有个很讨厌的地方 就是 来他算出来的这个点 你是不是要取绝对值 这个取绝对值 为什么要取绝对值 因为你的这个距离啊 你距离到左边 那一定是这个负数嘛 那右边一定就是这个正数 这样听得懂吗 所以这边有个绝对值 对不对 绝对值是一个很讨厌的东西 等一下如果我们有 我们如果有绝对值的话 等一下求解的时候不好说 可是如果 我们应该可以同意一件事情 就是 这一条线 它必定要完美分割红点跟蓝点 可以接受这件事情 它必定要完美分割嘛 那红点 我们把它的Y叫做负1好了 红点的Y叫负1 哎红点的Y叫正1 蓝点的Y叫负1 那我们就可以用Y 把Y带进来 把Y带进来 那这样就可以 Y就可以负责把这个负号给消掉 这样可以接受吗 所以我们的距离公式 长成这个样子 这样大家可以同意吗 好 到这里为止 有没有人不同意的 有没有人 通常都不会有人同意 因为通常大家都觉得 这个很难 就是很难 很难接受 你们真的都听得懂 后面还有很多数学 我们讲数学要讲两节课 好你们都觉得同意 那就同意了 好不好 在讲 不管你同不同意 你可能不敢讲 你先至少 刚刚算出来 就真的是距离 对不对 所以我们先 同意这个 这个四值就是距离 对不对 这样可以吗 至少这个四值是距离的 好 来 那你的 你距离要怎么算呢 你距离就是 你要把 X1 带到 就是第一 就是你第一个点 你第一个点的距离就是 W是固定的哦 W是固定的 这个可以接受吗 因为你 决定了一组 W以后 那条线就已经决定了 这样可以接受 而且W是我要求的那个解哦 B也是我们要求的解哦 B是我们的W0 B是我们的W0 W跟B W跟B是两组固定的参数 是两个固定的参数 是我们要求的解 给定任何一组 B跟W 我们都可以把所有的点带进去 求每一个点 到这条线的距离 这可以接受吗 这个应该可以接受吧 然后 所有的距离 我要取最小值 这是 我要 这是我的这个 求解目标 这是我 这个点好不好的评估 这条线好不好的评估指标 就是 把所有的点 跟那条线的距离 全部算出来 算完之后 求最小值 这个数字越大越好 所以 我要最大化最小值 最小距离的点的距离 方程式长的这个样子 可以接受吗 可以吗 好 然后我现在想要问大家的问题 这一题回答出来 这一题回答出来 直接加五分啊 好不好 我问你一下 我问大家一件事情 你觉得 这个是 你觉得这个 最大值 最大值 最小值的点 它应该等于多少 同学你越越欲弃 你要不要讲一下 不要转头嘛 好了好了 算了算了算了 这个 这个 我觉得前面 如果 这个如果没有人讲 要听出来太难 好不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 来 来 我们先确定一件事情 我们先来看这件事情 就是 我们刚刚计算的那一组 W0等于1 W1等于-1 W2等于1 如果同时乘上三倍 这个答案是一样的吗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同意吗 这个可以同意 可以 这个 同时乘上三倍 这个答案也是会一样的 所以说 缩放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我刚刚就已经讲过了 我们现在就令两条虚线 一个是正1 一个是负1 你要令正3跟负3也可以 但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我可以一起除以某个数字就下来了 对不对 这样可以理解哦 因为 这三个 这三个参数确定了以后 你说放它 它都是同条线 这样可以接受吗 好 你接受了这件事以后 你看着一件事情 在虚线上的点 是不是就是 距离最小的点 在虚线上的点 是不是距离最小的点 可以接受吗 大家听一下这个逻辑哦 我要求的 我要求的解释 最大化最小距离的点 对不对 那问题是最小距离在哪里 最小距离就是那个虚线 最小距离就是那个虚线可以接受吗 好 然后 大家想一下哦 W0 W1 W2 它是1-1 或者是3-3 它是同条线 这件事你也可以接受 对不对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去指定 这条虚线 是 W0加W1 X1加W2 X2等于1 这条虚线是 W0 加W1 X1 W2 X2 等于-1 可以接 听得懂我的意思吧 不过这条是1 这条是-1 这条在上面 这条在下面 我刚刚讲错了 好 你接受这件事情之后 你会发现这件事情 这一条虚线 最接近 这条实现的点 一定在虚线上 这件事情大家同意吗 不然你虚线就可以再长得更大一点 最接近这条实现的点 一定在虚线上 这件事情大家可以接受吗 好 可以 我看到有一些点头 可以 好 如果可以的话 那我是不是可以讲成这样子 来看着哦 最小值的这个东西 它必然 它的 一定在虚线上 就代表 带进去要等于1 嘛 带进 把X带进 把X带进这个式子里面 它要么等于1 要么等于-1 可以接受吗 好 所以 W1 加B 它一定等于1 或等于-1 等于1 或等于-1 这件事情代表是 它就在线上 在线上的点 方程式会成立 这可以接受吧 这个我想大家都可以接受 好 你把Y乘上来 你就可以把负号消掉 所以这个式子绝对等于 最小 在虚线上的点 必然满足这个方程式 那在虚线上的点 是不是最小的点 距离最接近的点 所以 minima 这个东西 必然等于 可以接受吗 好 不能接受也得接受啊 因为这是事实啊 那 在这边为止 有没有人有问题的啊 好 没有人有问题 好那现在 方程式可以写出来了 这个式子是约束条件 这个式子约束条件 必然会成立的 这个式子必然会成立 因为 如果我想要找到一条最好的线 那这个式子必然是要成立的啊 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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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等于0的话 那我就可以把虚线再往外长一点 这样可以接受吧 好 那你需要 可是问题是 这一条 这个东西已经等于1了 那距离公式是什么 距离公式长这样 距离公式就长这样 然后 你知道这个东西等于1 对不对 我们再来看前面 这个东西是不是1 最小化的 这个东西 是不是 就是等于 这个 是1 然后留下这个东西 可以接受吗 这个是1嘛 你如果求最小值的时候 这个数字一定是1 对不对 可以接受吗 因为它在虚线上嘛 所以这个一定是1 所以最小化的 这一大串 等于 你可以把最小化跟这个东西 直接消掉 因为最小的 这个东西 一定出现在这个等于1的地方 可以接受吗 所以你是不是求解 变成最大化这个东西 求解的式子变成最大化这个东西 然后 满足这个条件 可以吗 好 我们就假设可以吧 好不好 反正等一下 等一下我们就会试着 亲手求解 好 好 接下来 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还是有一点讨厌 就是 你有一个最大值 跟一个最小值 就是 你最大化某个东西 这个我们就是 我们要求方向自己的的时候 这个比较容易嘛 对不对 可是 这里我们最小值还是很讨厌 所以我们要把它消掉 把它消掉的方法 蛮简单的 就是 我们 认为 我们认为 y 这个东西要大于等于1 大于等于1 好 可是我问一下 这个式 诶 这个式子 跟 大于等于1 这两者有相等吗 这两者不相等 对不对 这个 这个条件就是比较宽宗 这个条件 看得出来 这个条件比这个条件宽宗吗 看得出来 因为 如果最小值是2的时候 假设最小值是2 是不是满足这个式子 可是不满足这个式子 对不对 这个条件比它宽宗 可以接受吗 可以吧 好 可是问题是 假设真的有个最小值是 大于1 最小值假设真的大于1 比如说是1.2 假设是1.2 好了 那是不是 w跟b可以同时除以1.2 让 这个式子还是满足 这个式子也满足 这样可以吗 那如果你有一个 你最小值是1.2的话 假设你最小值是1.2 那你的w跟b 显然就还可以再除以1.2 让整个式子还是满足 对不对 那你wb除以1.2之后 数字是不是会变小 除以一个比1大的数字 是不是一定会变小 w跟b是不是一定会变小 wb跟b一定会变小 那这个式子就会变大 因为w被放在分母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要最大化这个东西 如果你要最大化这个东西 你求这一个跟求这一个 两者完全相等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求这一个式子 看起来这个式子 比这个式子宽松 看起来比较宽松 可是实际上 当你找到一个特例 满足这个式子 但不满足这个式子的时候 举例来说 最小值是1.2 那你的w跟b 就一定可以除以1.2 让这个式子还是满足 那你w跟b可以除以1.2 那这个式子就会比本来更大的 那比本来更大的 那比本来更大的话 就会满足 就会让你更想要它 因为你要最大化这个东西嘛 对不对 所以跟大家讲 这两个式子 在这个条件之下 全相等 这个式 这一个问题 和这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 和这个问题 是 求出来解会完全一样 可以接受吗 好 可以接受的话 我们就要继续往下咯 好 所以我们可以改写 我们可以改写这个样子 好 改写这个样子 然后 然后 我们要把maxima 改成minima 改成这个很简单 就求倒数 求倒数 就没问题了 对不对 好 前面有个1.2 跟 这里看不出1.2 1.2 等一下 等一下 那个后面 要求一些后面的那个方程式的时候 需要用到1.2 比较方便 好 可是你应该可以接受 前面加个常数不影响结果吧 可以接受吗 好 所以这是我们的 代解公式 这是我们的代解公式 哦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代解公式 画成图 它长什么样子 来 你的 这个式子 你要minima这个东西嘛 它的 肉指定长成这个样子 最小值一定是0.0 最小值一定是0.0啊 W W 跟 W在0.0.0的地方 那 整体一定是最小的嘛 因为它两个要 相比那一集 下那一集嘛 自己要跟自己那一集 就是平方核嘛 平方核 一定是只有0.0是最小的嘛 所以 这个 在unlimited的状况下 如果没有这个条件之下 没有这个条件之下 W一定就是在0.0的地方 可以接受吗 一定嘛 好 可是假设有这个条件的话 假设有这个条件的话 欸 抱歉 你就 你还是会尽量往0.0套 W还是会尽量往0.0套 可是问题是 因为有这个条件 有一些地方 它就不能够 不能当 不能当结果 所以 你是不是就可以 你可以 你可以 你这样可以清晰的 通过图片 你可以清晰的了解 这两个 这两个式子 对于求解的影响分别是什么 这个式子其实不重要 这个式子其实就是在告诉你说 离零越近越好 这个式子是在给你一些限制 你就是 找出这个限制在哪里 告诉这个 找出这个限制 并且 这个 就是 把W找 越小 W越好 好 那 这边 我们已经把 这一个 式子 求出来了 我们要求解目标 可是我跟大家讲一件事 就是在这 这节课以前 我们学习了 大部分的 大部分的 那个 Egony的 我们都用 T度下降法求解 对不对 好 你们还记得 T度下降法是什么吗 都忘了 好了 没关系了 到时候再 复习一下 T度下降法是什么 好 可是今天 这个问题 我没有办法用T度下降法求解 因为有约束条件 你没有办法用T度下降法求解 我们需要用到 二次规划求解 二次规划 二次规划 國防学没有教 好 这个 有点困难 你只要知道一件事情 这个 反正这个东西 只有这节课的 只有正门课的 这里会用到 所以我们就不要 特别去学它了 好 你只要知道 这个 如果你 直接用套件 可以帮助我们 求解二次规划 问题 这个就好像 当你学T度下降法以前 是不是有个MLE 那个函数 可以用什么 模拟退活法 直接就可以求了 好 所以我跟大家讲 二次规划这个部分 你不要管它 因为它跟SDM本身的 它跟 支持相机 本身的 核心价值 无关 它只是一个求解的工具 好 所以我们就直接用套件 帮我们求解 好 但是二次规划的问题 长成这个样子 跟这个长得不太像 对不对 来 它想要求一组B 想要求一组B 想要求一组B 然后让B 乘以D D矩正 再乘以B 减掉D乘以B 然后 这样子它要最小化 然后跟 A乘以B 这个B是代解参数 A D 大D小D B0 都是乙之数 请注意这件事情 二次规划问题 B是我要求解的东西 B是我要求解的东西 大D小D 大A B0 都是乙之数 然后我要求 小B 这就是二次规划 这两个式子怎么相等 你怎么把这个 你怎么产生一组D0 A 然后跟B0 还有小D 让这两个式子相等 这样你就可以交给函数去求 B是什么 怎么做呢 来 首先 BT跟B 这边是不是很像WT跟W 很像嘛 对不对 很像 所以说这个D 如果是单位矩正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 是不是就可以满足 D D显然就是要一个单位矩正 单位矩正就是最小限是1 其他地方是0 可以接受吗 D是一个单位矩正 你就可以把D直接消掉了 好接着 他后面没有东西嘛 所以这个D 全部都是0 这就没有问题了 可以接受吗 D全部都是0 就没有问题了 好接着 诶这个部分 这个比较麻烦一点 你要把Y 你要把W提出来 然后产生一个AT 这个矩正 W 怎么提出来 W怎么提出来 来 W跟B W跟B 都是我要求的解 W跟B 都是我要求的解 所以我可以把这两个东西 把它提出来 好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提啊 来看这个式子啊 来 B W1 W2 因为有三个代解 摊数嘛 这三个都是我要求的 对不对 这三个都是我要求的 来 如果B1长成这样 诶注意哦 这个地方是0 所以B1 是不是就会被我消掉了 可以接受吗 B1 D矩正 这个地方是0 所以这个东西乘以它了以后 这两个矩正相乘 乘下去 是不是剩下W1 W2 可以接受吗 W1 W2 0 这边是0 0 W1 W2 在乘上它自己 0乘以B 还是0嘛 对不对 剩下W1跟W2的 那个内积哦 所以 B1跟B1 我长成这样 B1长成这样子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搞出 搞出这个东西 这样可以吗 好接着 A长成这个样子 A长成这样 然后B长成这样子 来 这样子 B 乘以 B乘以Y B乘以Y1 W乘以Y1X1 W乘以Y2X2 Y1X2 来我们看这个式子 这个全部展开 是不是就是 B1乘以Y4 WX1 Y W2X2 Y 长得一模一样 可以接受吗 好 好 然后全部都要大于1 全部都要大于1 所以每一个数字 都要大于1 四个Sample全部都要大于1 所以 如果你把你的 D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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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0,全部射成這個樣子 你就可以用solveqp這個函數來求解 好,那我們直接求解 你會很驚訝的發現 我的x1,x2咧,我們來找一下 我們先把x1,x2跟y把拉出來 好,你會發現,欸,它求出來真的就是1-1d 是不是就是我們要的答案 好,所以,這樣你知道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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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要怎麼設了吧 好,那,你答案求解出來,就可以拿這個點來畫線了 我們來試一下 好 我現在按Source 這樣是不是它就畫出來了 這一條線是最接近的 好 我們來做一個實驗好了 我們換幾個點的位置 我們換這個點的位置 我們3 然後這裡改1 好 我們再做一次 你看它是不是跟著跑了 可以接受嗎 好 我們再來 我們再更改這個點的位置好了 這個點5 這個點5 不行 好 那這個5好了 好 負8 負2 好 看到了嗎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線是不是跟著我隨便換點 它就做 它就進行修正了 代表我的求解 我的求解方法 是不是 我的求解方法這個基本上沒有問題吧 可以嗎 好 中間 我想跟大家講的一件事情是 中間的推導過程 你如果完全不清楚 它在做什麼 暫時我相信大家一下子沒有辦法這樣理解這麼多 我們都可以同意 但是你必須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透過我們剛剛這樣的求解 只要我們把這些東西設成這樣 我們就可以找到一組 符合我們剛剛那個條件的線 我們剛剛的條件是什麼 這條出線距離所有的點 的最小值要最大化 這樣可以來 整個求解過程就在做這件事情 我們只要抓住這個原則 我們只要抓住這個原則 後面我們 後面我們做進一步擴展的時候 它就會比較容易 好 然後我們給大家一些練習時間 我們給大家五分鐘的時間就好了 這五分鐘的時間主要是 換這個套件 然後 把這個函數貼上來 然後換一些樣本試一下 看一下它的效果 好不好 給大家五分鐘的時間 我們二十分繼續上課 好 我跟大家同學 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我們現在 這個練習題 呃 想要讓大家體驗一下 這個 呃 線性 這個 支持相像機 SVM The Perfect Machine 就是支持相像機的簡稱 好 你應該有注意到 它現在只能找一條直線去分割嘛 對不對 它顯然還不能找虛線 對不對 因為虛線絕對不只三個參數嘛 這可以接受嗎 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你可以做 割虛線的話 那怎麼可能三個參數就可以割了呢 簡單是不可能嘛 對不對 所以說 欸 現在 我們三個參數 只能決定一條直線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 我們直接把它用過來 好 買SVM 我還沒複製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好 我們直接把這一個貼過來 我們會看它割出來的線是 長成這個樣子 這個沒有問題嘛 對不對 如果你跟邏輯思惟規比較的話 這兩個 結果 結果幾乎一樣嘛 欸 邏輯思惟規這邊 GLM是邏輯思惟規的意思喔 所以線性 支持相像機 它的效果跟邏輯思惟規 是不是完全一樣 OK 馬上找出來的線是一樣的 雖然說 這個 剛剛那個線性 支持相像機推倒 看起來比較優美 對不對 但實際上它們結果是一樣的 好 欸 這件事情很重要喔 這個事情很重要喔 好 但是 線性 支持相像機 有一個顯著的缺點 就是 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 我們的點 長成這個樣子 好 然後 我直接用邏輯思惟規求解 欸 這條線 這條線 是最好的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它最大程度把 藍點跟紅點分開對不對 可是如果 我們直接 來做 買FBM的話 為什麼 ERROR 為什麼ERROR 來 有沒有人要講 加一分好了 為什麼 不能用 SEM求解 蘇輯思惟規可以解 為什麼 SEM不能解 有沒有人要講話的 限制 限制 這是限制嘛 不一致 NO SOLUTION 來再想一下SBM在幹嘛 為什麼 為什麼 胡姐 有沒有人要講的 這題太難了是不是 太難了 我們加兩分好了 有沒有人要講 適合講一下吧 哇 真的都沒有人要講三講 那這樣 是不是很可疑 那我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不行 好了 欸 還是比這個 剛剛我們要 我們要找到的線 是要可以完美分割的線啊 你們大家 剛剛還有印象 這件事情嗎 這裡面 有可以完美分割的直線嗎 沒有 這個顯然沒有 沒有 可以完美分割 紅點跟藍點的直線 所以怎麼可能 會有點 他們距離最近的點 怎麼可能會是 這個 在正一跟故意上面呢 因為沒有這個解嘛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說 真的是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這件事情 你剛剛花了 一個小時的時間 聽我在講 SBM 怎麼走解 結果你發現你在浪費時間啊 有沒有很失望 有沒有很失望啊 好 可能很失望啊 好不好 但是你們知道 老師要 老師要花這麼久的時間 跟你們講 一定是這東西有什麼厲害的地方 那我們來看他厲害是哪裡好了 好 他厲害在 等一下 我們 還要再浪費一些時間 我們還要再浪費一些時間 把這個方程式做一些擴展 然後還是解決不了那個問題 我們到下一節課才會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 數學實在太難了 所以說 我們要分兩節課把這個 把這個方法把它介紹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我們剛剛的 問題對不對 這是我們剛剛的問題 我們想要 我們想要 在這個條件之下 在這個條件滿足的前提之下 在這個條件滿足的前提之下 解 希望讓 W的內積最小化 好 那我們要進行 這個方程式的轉換 來 我們這邊講到一個東西 叫拉格朗路層數 有人聽過這東西嗎 真的有人有嗎 真的有人有聽過嗎 除非你們 是重考的啦 好不好 重考 而且重考那個系 還知道是數學系 不然我不相信你們聽過啦 好 這個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我等一下會講 因為這個東西是關鍵 拉格朗路層數 這個東西是等一下 我們要解這個問題的關鍵 好 你現在只要知道 這是一個 就是 這是一個新的名字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 我要來跟大家解釋 這什麼東西好了 好 剛剛這個問題 我們可不可以做一個轉換 我們把1移過來 這樣就可以了 把1 把這個 這個東西移過來 所以 1-掉 這一大堆 要小於等於0 可以結束嗎 這個式子 跟這個式子 跟這個式子 全等級 毫無疑問嘛 只是 只是這個等量功力 這個等量功力 我忘記是小學還是國中教的啦 但是 你們應該不會有人 現在不會等量功力 好 那我們假定有一個數字 阿法 欸 這個阿法 每一個樣本 有一個阿法 這個阿法 是一個未知數喔 阿法 是一個未知數 阿法 是一個要求的數 阿法 是一個未知數 假定 所有的阿法 都大於0 這個 這個 這個假定很重要喔 如果你沒有做這個限制的話 如果你沒有做阿法大於0的這個限制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 你就沒有辦法 讓這個式子 必然小於0 來 注意件事情 這個式子 必然小於0 可以結束吧 這個式子 必然小於0 那你乘上一個正數 乘上一個正數 那它 必然會小於0 這個應該可以結束 好 這個可以結束喔 但是你要知道 對於每一個sample來講 它有一個阿法 這個阿法 大於0 然後這個阿法 我直接跟你講 這個阿法 就是拉格蘭的層數 那我現在要跟大家講 這個阿法 到底有多麼等級 好 這個阿法 對於每一個 對於每一個這個 反正就是 我們現在要產生一個 新的未知數 叫阿法 然後每一個sample 都有一個自己的阿法 然後這個阿法 它一定要大於0 好 那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優化式子 把這個方程式給消掉 好 我們的優化式子 變成這個樣子 L 這個是我們的這個求解方程式 等於 我們要這個東西嘛 然後再加上這個東西 好 注意件事情喔 後面這個東西 它必然小於0 可以結束嗎 它必然小於0 然後把很多個加在一起 就是這個樣子 好 那你現在注意件事情喔 我們的目標 我們現在跟大家講 我們的目標是 找到一組最大的阿法 在同時 在同時找到一組 W跟B 那W跟B 要最小化這個式子 好 來大家注意件事情喔 來這個式子 如果我們直接對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 我們是要求最小化的 對不對 這個式子我們要求最小化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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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式子它 如果我要求最小化 這個式子必然小於0 那我是不是讓這個式子 我是不是讓這個式子很小很小 那這樣我 這個小可以小到無限 對不對 那我對這個式子求解就沒有意義啦 所以我要找到一組 讓 讓阿法要最大 阿法要最大 阿法最大的狀況下 阿法如果很大很大的狀況之下 然後這整個式子要最小化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條件啊 滿足這個式子大約等於1的狀況之下 為什麼我們來跟這個 來 因為要滿足這個式子 所以 這個式子 必然小於0 所以這個式子 必然是負數 所以我們找到一組 最大的 拉格朗的乘數 找到一組 最大的 拉格朗的乘數 對阿法都要大於0 最大化了以後 我要最 找到一組 WB 讓整個最小化 這是我們的優化目標 先找到一組阿法 先找到一組阿法 再找到一組 WB 這是我們新的優化目標喔 好 注意一件事情喔 因為你的阿法決定了以後 你的阿法決定了以後 這一個 這一個 這個 你先找一組阿法 阿法讓整體最大化 讓整體最大化 讓整體最大化 然後你要讓這個東西 最小化 最小化 你阿法 讓整體 你找到一組阿法 讓整體最大化 的話 你會發生什麼事情 在右半邊 你會發生什麼事情 在右半邊 你會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右半邊 你要讓整體 你現在W跟B是固定的喔 你現在W跟B是固定的喔 所以你要找到一組阿法 讓整體最大化的話 可是阿法一定要大於等於0喔 阿這個一定是個負數 對不對 這一定是個負數 大家可以接受嗎 好 所以什麼時候 阿法一定要大於等於0 可是 這個如果是一個負數的時候 阿法是不是等於0的時候最好 這個時候阿法最好等於0 因為這樣乘起來就是0 對不對 那假設它不是負數 假設它是0 假設它是0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阿法是不是就可以不是0 因為假設它是0 阿法是多少它都是0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我問一下 這個數字是0的時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它在虛線上 對不對 我不斷強調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數字等於0的時候 代表滿足這個條件的基礦值 對吧 代表它在虛線上 它在虛線上的時候阿法就是大於0 它不在虛線上的時候阿法就是等於0 這樣我才可以讓這個數字是滿足的 好 這就是我下面在講的數字 這個數字有個特點 因為這個數字一定是 剛好在虛線上的點 阿法就是大於0 所有不在虛線上的點 因為這個數字大於1 所以 這個數字就會小於0 這個數字就會小於0 所以阿法就會0 等於0 保證這個目標成立 所以我可以分開優化 我可以每一個點每一個點優化 每一個點每一個點去決定它阿法是多少 我沒有必要一起決定 這樣可以聽得懂我意思嗎 好 這個 然後 來注意件事情喔 阿法 等於0的 是不是就是不在虛線上的點 阿法大於0的時候就是在虛線上的點 並且那個在虛線上的點 就是畫出線的主要依據 你把這個點刪掉 這個虛線還是給 實現的虛線還是給這麼畫 對不對 這個點 對這條線有影響 沒有影響對不對 所以所有構成那條線的點 所有構成那條線的點 就叫做支持向量 支持這條線的點 我們把點叫做向量 所以為什麼這個方法叫支持向量 因為 我們現在 如果我們把優化式改成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還不知道它怎麼解 我們把優化式改成這個問題之後 我們必然會找到一組阿法 讓阿法等於0代表的意思是 它不在虛線上 這點可以丟了 阿法大於0代表 這個點是 構成這條方程式的 重要的點 我們就要把它留下 那些阿法大於0的點 就是 剛好在虛線下的點 就是支持向量 好 現在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喔 我們 想要 求的這個東西 這是我們的求解目標對不對 這是我們求解目標 那它是不是一定會大於這個數字 大於0這個數字 這個可以理解嗎 因為 在這裡我有取個最大化 大家聽得懂我意思嗎 在這裡我有取個最大化 我這邊不取最大化的前提值 然後我要最小化整體 這個東西 一定 這個一定比這個大 因為中間有個最大化 一定大於等於 頂多就是等級了 但是 這個數字一定大於等於它 這個沒有問題 這個你應該都可以接受 這邊有個最大化 這邊沒有最大化 那這個數字一定大於等於它 這個應該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好的可以接受的話 注意一件事情喔 畢竟我們本來就要在這個數字中 最大化R法對不對 好 那順著這樣推倒下去 我們就會注意到 我們隨便找一組R法 隨便找 在這邊隨便找一組R法 這邊隨便找一組R法 然後最小化之後 那 我 一定 我一定 我一定可以把這個 就是 我一定可以把這個數字 把R法再換出來 來 大家 這個是隨便 這邊一定是隨便組R法 對不對 然後我最小化該數字之後 再找一組最大化的R法 這樣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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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這樣的數字 比起來 這個數字應該會大於等於它 這個可以接受吧 因為 它 大於它 大於等於它 那我在這裡找一組最大化的值 應該也不可能比它來的大 因為這邊 所有的可能性 都小於等於它 所以 我即使在這裡找一組最大的 也不可能比它來的更大 可以接受嗎 好 所以 這一個原式 跟新的式子 這個條件關係要滿 好 可是 有一個問題喔 來 我先跟大家劇透一下 這個方程式 比這個方程式 好解 等一下你就會知道 為什麼這個方程式 比這個方程式 好解 那我可不可以 解這個問題就好 不要解這個問題 可以嗎 可以嗎 我可不可以解這個方程式 不要解這個方程式 好 我們來想一下可不可以好了 這個式子 一定比這個式子 大 或者是等級 頂多是等級 可是問題是 在這裡我要求的是什麼 我想要讓它最小 對不對 我想要讓它最小 那它又會 它又 我想要讓它最小 所以如果我真的 找到一組 這個比這個大 那它就顯然不夠小 所以我求這個式子 在我要求這個 最小的狀況之下 在我要求最小化這個式子的 的前提之下 我求這個式子 和求這個式子 答案應該是一樣的 因為如果這個式子 比它大 那顯然它還不夠小 還有更小的空間 可以接受嗎 所以我現在要求這個式子 我要來求這個式子 好 這個式子看起來不好求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 它其實不難求 來看著 來 這個式子 我現在把裡面的這個東西 把它展開 展開之後長這樣子 這個我們前面 這個我們前面有 前面有講了對不對 這個式子的展開 長成這個樣子 對不對 好 那 大家注意一件事情 喔 來你在求數學解的時候 你現在要求的是 找一組 W跟B 讓整體最小化 對不對 這個時候 包括 阿法 包括 所有的 X跟Y 是不是都是已知數 你跟它無關嗎 你現在就是要找一組 W跟B 讓整體最小化 對不對 欸 那你現在要對這個式子 欸 除了 W跟B 以外 所有的東西 都是已知數 你要讓這整個東西 最小化 沒有約束條件 這個會不會很難 這個不難 你求我一分就可以得到答案了 對不對 唯一分是 對W和對B 分別求導函數 導函數等於0的地方就是答案 可以接受嗎 如果我們要求這一組的最小化 顯然它的導函數必須等於0 這個可以接受吧 因為 這整個式子 我要找到一組 W跟B 讓 這一個式子 裡面這個式子 最小化 所以 它的導函數 一定要等於0 這個可以接受嗎 這應該可以接受 好 如果你把 這個式子 求B的導函數 來我們看下面這個式子 這個式可以直接丟了 這個是不是也可以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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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留下這個對不對 只有留下這個對不對 把B去掉 因為B被 球導丟掉了 一次式的B被球導丟掉了 所以 負的 α AY 等於0 這一個方程式 是必然要成立的 因為 這個式子 我們要找出一組 Beta 跟B 跟W 讓整體最小化 所以它的導函數 必然要等於0 然後 接著 這個 這個式子 也可以應運而生 這個捨去 這個 這個也可以捨 這個也可以捨去 這個要留下 這個留下 就是留下一個W 然後 244留下 2分之1被消掉 所以W減掉 Sigma 來這個留下 αY W 丟掉 這兩個方程式 必須要成立 如果不成立的話 你就不是找到最小值 最小值的意思就是 W跟B 它的導凝數 必須得 所以 如果你要求這個式子的話 你必然會得到滿 這兩個式子必須要滿足 這兩個式子必須要滿足 這兩個式子必須要滿足的話 你可以得到兩個關係 第一個是 把這個負號給去掉 Sigma αY 它必然等於0 Sigma αY 它必然等於0 接著 W等於 αY Sigma 把這邊移過去 誒 故意就不行 我們 因為它的導航數 必須為例 讓我們得到兩個 重要的關係 這兩個重要的關係是很重要喔 讓我們來重整本來的式子 讓我們來重整本來的式子 本來是長得很複雜 這麼多 全部展開 這是全部展開的樣子 這個我就 這個應該很容易就下來了吧 我只是把Sigma放進去啊 你先 先相減再Sigma 和先Sigma再相減 這個完全一樣 對不對 你只是先加哪些 後加哪些的式子而已 好 接著 請你把W移出來 W移出來 B移出來 因為這個W跟B是常數嘛 所以它可以移到Sigma的外面 這個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 好 來 關 重要的關係式要出來 來 這個東西是不是要0 欸 你這個式子要滿足的話 這個 這個必然要0 可以接受嗎 好 所以這個是不是被消掉了 這裡被消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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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喔 這裡被消掉了 欸再來 W要等於 這個式子 欸 所以 這個東西就是W嘛 對不對 欸 來 把它換成W 變成這樣 欸 這兩個好像 相減來變-1-2的W那一隻 加上 R法 再來 W是可以展開的 W展開就是這個東西嘛 W展開這個東西 欸 注意一下 經過一系列的操作以後 你有沒有發現這件事情 W跟B消失了 來 我們再求倒一次 原本 是有W跟B的嘛 但是也有這兩個重要的關機式喔 來 W 往下 這個全部展開 展開到這裡以後 因為這個東西等於0 前面有球出來了嘛 你想要最小化那個式子 你想要最小化這個式子 這兩個關機式必然要滿足 所以 這個部分是0 直接消掉 消掉了以後 這個東西 它必然要等於W 這是另外一個 我們剛剛求解出來 最小值發生的時候 這鐵令會成立 W帶進來 兩個W消掉 變-1-2的WTW 加上Sγα 來注意 W等於α Yx 所以 經過一系列的操作以後 我們要求解那個方程式 我們再也不用求W跟B了 我們只要求α就好 我們只要求α就好 所以我們的求解方程式 我們求解方程式 本來長好不長 又要求W B 又要求α 現在裡面這一串 直接被我們變成了這一串 注意一下喔 所以你們知道為什麼要交換了 注意 前面 前面要交換的原因出來了 因為 如果單看這裡的話 我們可以用微分 工具 得到兩個重要的關機式 得到兩個重要的關機式 這個東西就可以被去掉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得到這樣的一個關機式 我們要求最大化的這個東西 找一組α 讓這整個式最大化 可以接受嗎 找一組α 讓這整個式最大化 好 接著 來我們可以把式轉換一下 這個 我們是不是可以 可以把這個 就是 我們把這個式子 要求最大化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這個式子 放下來了 放下來 好 注意一下 因為這裡是最大化 我們不喜歡 我們剛剛二次規劃的時候 我們要求的是最小值 所以我們來 mini mini 這個式子 那就是加一個負號 就mini 可以接受嗎 好 來 注意一下 那你有什麼條件要滿足 好 第一個 所有的α都要大於0 第二個是 α XY 它Sigma 一定要等於0 這個式子也很重要 這個式子也一定要滿足 你不能說這個式子不滿足 好 所以我們的二次規劃 是 來我們類比一下這個 我們再跟我們的二次規劃 問題比較一下 我們的 B 我們的 B 變成了α 1到α2 α1到α4 我們的第一矩陣 我們第一矩陣 變成了YYXX 所以它變成長成這個樣子 大D矩陣長成這樣 大B再乘一次α 這個沒有問題 這樣子 這一大串就出來了 這一大串就出來了 就是這個 好 所以大D長成這個樣子 那小D咧 小D來注意 小D 全部都是1 因為它就是Sigma 所以小D全部都是1 減掉Sigma 這樣就是減掉Sigma 大A咧 大A 現在本來 只有一個 單位矩陣 這個單位矩陣就是要 保證 α1 要大於0 α2 α3 α4 然後還有 α1 y1 α2 y2 y3 y4 全部 內積了以後 要等於0 這就是這兩個條件 我把它融合在這個條件 這個條件 約束條件裡面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所以透過我這一系列的操作 來跟大家講 來 我們就可以求解了 我們就可以求解了 請注意 我現在已經 把我們剛剛的求解問題 現在求出來的 這個東西 我現在求出來的這個東西 不是WM 而是BO 我求出來的東西 是ABA 我再問大家一下 這三個ABA是大於0 最後一個ABA是等於0 這三個ABA 是什麼 都 有沒有人還記得 來講 出來加一個 怎麼樣的狀況下 ABA會大於0 怎麼樣的狀況下 ABA會等於0 來 請講 太好了 加一分 好不好 在虛線上 就是ABA大於0的地方 可以吧 然後他叫支持向量 對不對 好 就是這件事情 你求出來的其實是支持向量 你求出來的支持向量 然後 接著 做一件事情 來 來 做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求出來是ABA 可是我們有關 我們關心的東西其實是W跟B 對不對 因為 我如果沒有W跟B 我畫不出那條線 那我現在要怎麼求WB 我需要用到前面的這個方程式 我需要用到前面的方程式 這樣可以接受嗎 我 我有了ABA 然後Y跟X都是以支出 這樣我是不是可以透過這個方程式求W 可以透過這個方程式求W 可以接受嗎 所以W可以透過ABA 還有XY來求 你們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ABA等於0的時候 ABA等於0的時候 它的Y跟X重要嗎 無重要對不對 我再強調一次喔 ABA等於0的時候 這個W的公式代表是大家的ABA跟YX要乘選 成果完之後 ABA等於0的時候 X跟Y是不是對 它的X跟Y 是不是對W沒有任何貢獻 可以聽得懂 你在決定你的W的時候 你的X跟Y 你的X跟Y 如果你的ABA是0 你對W就沒有任何貢獻 所以有貢獻的就是ABA大於0 對不對 ABA大於0的是不是就是在虛線上的點 是不是就是在支持向量 所以只有支持向量 對W的貢獻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我剛剛一系列的操作下來 W就等於這個樣子 所以只有ABA有關的 這樣這個就沒有問題喔 所以只有ABA大於0的X Y XY就是他點對W的貢獻 好還有另外一個B不好求 可是我們有一個原始的條件 原始的條件是什麼咧 來 Y WT W如果你W已經求出來了 WT WX 就是加B 加B 加大於等於1 這是我們原始的條件 對不對 然後 注意件事情 大於等於這個不好求 可是什麼時候會等於啊 什麼時候會等於 在虛線上的點會等於對不對 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有的點都必須滿足這個條件 但是有幾個點很特別 有幾個點很特別 當他是支持向量的時候 這個式子必須要等於1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利用支持向量的那些點 然後再利用這個方程式來得到 來得到 B 好注意一下喔 這個式子 你把Y 你把Y除過來 它是不是Y分之1 它是不是Y分之1可以接受嗎 好 可是Y分之1跟Y是完全一樣的喔 Y分之1跟Y是完全一樣的喔 因為Y等於1 要嘛等於1要嘛等於-1 所以Y跟Y分之1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把Y移到右邊來 直接把Y移到右邊來喔 直接把Y移到右邊來 減掉 WTX 它是不是就等於B了 所以這兩個方程式 是我們經過千金萬土之後得到的 然後我們發現這個方程式一個 絕妙的特性 妙在哪裡 我們現在變成 第一個變成 我們本來是去求W跟B的 W跟B的 現在我們變成求α 然後我們發現 W跟B完全依賴於α大約0的東西 首先在求W的時候 α如果不是0 α如果大約0才有貢獻 接下來如果我們要求B的時候 因為它必然是在虛線上的點 才有辦法利用這個方程式 所以只有支持項量可以對B產生貢獻 所以除了支持項量以外 不管對W還對B都沒有任何貢獻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請你注意我們一連串的球導 我們一連串的球導 基本上就在告訴大家 我們要求B的項量是誰 然後它分別有多少貢獻 分別有多少貢獻就是用α來決定 對不對 它對B到底有多少貢獻 這就是我們一連串的球寫 好!注意一件事 如果拉格蘭是乘數的0 但一段B的都不能用喔 而且它也完全不影響RW的結果 好!所以這是我們 Find Coefficient的函數 你會發現它球出來的解幾乎就是一樣的啦 這個 這跟1沒有什麼差別 好!這邊我們就 這邊我就不特別去做囉 好!所以我們已經把我們的問題 轉換成對偶問題 好!我們把這個問題 這是我們剛剛清求的問題 對不對? 這個問題和原始的這個問題 這兩個問題叫對偶問題 我們利用了拉格蘭的乘數 我們利用了拉格蘭的乘數 然後轉換了 從這個問題 轉換到這個問題 轉換到這個問題 然後我們產生了一個 很誇張的特徵 來!剛剛我們是不能求 這個方程式 結果現在居然可以求 來!大家注意喔! 剛剛我們如果是 1到100 1到100的時候 這整條40K球 這個沒有問題 好! 為什麼1到100 還是51到150 51到150好了 好!就是用我原來的sample Find Coefficient 我沒有解答 好!來!我們再來 再來一次 再來一次 Find Coefficient 這裡居留 對!它要貼在上面 好!我們現在來 再來1到100 Find Coefficient No Solution 我來看一下 它應該是 這個為什麼會 這個為什麼會 No Solution 它球太完美了 它沒有辦法球 好!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No Solution 它應該是有一些 很小的數字 不然我把這個數字改 再改大一點好了 好!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剛剛那一個數字 不能球 不過 就是 呃 就是 那應該是這個 套件出了什麼問題 就是 它在 計算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些 很小的數字 被省略或什麼 就好像剛剛你會看到 它球出來的那個 技術 它其實 也不是剩 1-1 對不對 它是 有一些什麼0.99多的 可以了解我意思嗎 好! 反正大家只要記住一件事情 就是 呃 這還不是我們 日子相當機的完整版 你現在只要知道 我們現在已經把問題 換成了隊友問題 但是它還不是 日子相當機的完整版 因為到目前為止 我們還是只能做 線性問題 對不對 還是只能做線性分割 只是不知道為什麼 只是不知道為什麼 它現在可以分割 不完美分割的點 可是剛剛數學推導的時候 是不允許這種事情發生的喔 好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為什麼會這樣子 今天沒有辦法解答 明天 下一節課 我們介紹 軟邊界的supportment 根本性的時候 也就是說我們下一節課 要解真的 從數學上來解這個問題 你就會發現 推導到半天 答案是一模一樣的 我先跟大家譯透 就是 我把東西 換成隊友問題了以後 軟邊界的支持相當機 就是這個不完全滿足 這個不完全滿足的狀況之下 求出來的隊友問題 求出來的隊友問題 跟完全滿足的隊友問題 完全一樣 答案完全一樣 所以 它求出來的解會 它還是可以求解 好 那我現在講了那麼多之後 我們現在要用套件了 來注意大家 這個聽好了 這個前面 你完全聽不懂我在幹嘛 那也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要用套件 用套件的意思就是 你把X跟Y丟進去 它就會幫你投出結果 然後你就可以Predict Predict就可以出結果 對不對 之前所有我們聽不懂的方程式 都是這樣搞出來的 對不對 好所以這邊大家一定要認真聽 而且我跟大家講 你們在做期末作業的時候 Support Vector Machine 是可以幫助我們拿高分的功能 因為它夠複雜 這樣可以齁 所以一定要好好學 好我們來看一下 你要用的套件叫 E101 1071 為什麼叫這個名字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可能就是亂命通 得到的名字 好 那我們現在 把它 來注意一下 這邊有COST 我給了它10萬 這個COST 是軟邊界自相機所需要用到的參數 到目前為止 反正我先不管它 我就先給它10萬 好 來 你求出來的結果 你會發現 它會得到SV SV就是Support Vector 然後 CoEfficient 就是它的 R法 這就是 那些點的R法 這就是 拮据 這就是拮据 好 那這就是我們可以得到的 W1 W2 跟 W0 W1 跟 W2 好 你就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畫出分割線了 好 那你可以試一下不同的資料 你也可以得到一樣的結果 用函數Predict 用函數Predict 可以直接 可以直接利用這個Model 就是即使你不知道 即使你不知道 即使你不知道 怎麼樣去求解 你還是可以利用Predict的這個函數 得到你想要的結果 並且 你還可以得到 你還可以用內建的函數來畫畫 好 我現在想要給你的練習二 練習二就是你現在有Sample 你要用FVN這個函數 然後你可以Predict 這樣你可以得到這個 好 請你至少要做到這件事 做到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再來想 Precision Value要怎麼算出來 這個數字要怎麼算出來 我們如何拆解Predict的函數 好 我們現在把時間交給你 好不好 這個應該值得你花10分鐘的時間 練習一下 至少你要會Predict 對不對 好 我們來給大家練習一下 好 那各位同學 我想 就是直接 應用FVN這個函數 然後跟Predict這個函數 大概不是那麼大 那 問題是 怎麼計算出這個數字 那一定就是你要把W0 WE跟W2 算出來 那 怎麼算呢 這個 前面我已經教過了 就是利用那個關機器去把它算出來 好 那 最後你就可以知道它是怎麼做的 好 這件事情 回去 如果你要更熟悉 supportback machine的話 強烈建議你們要 親手 至少接過一次函數 你才會了解 好 我們今天做一下課程的小結 做完我們下課了 來 這個自相機 它非常的好用 那 你們還沒有看到它好用的地方 因為我跟大家劇透的那個事情 我今天還沒有做到 下一節的課才會教 好 不過今天我們做了一些前情提要 主要 我們今天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 本來我這要求W跟B的 變成求Apa 對不對 然後WB 變成WB就是畫線的方法 畫線的方法 變成我利用Apa大而靈的那些數 然後 等於我利用知識向量去畫線 這樣聽懂我意思嗎 這是 supportback machine 比起其他方法 最重要的一個 概念上的改變 欸 我告訴大家 你本來是求W跟B 就代表求的是係數 我剛剛一開始 注意我剛剛一開始問的問題 我剛剛一開始問的問題是 你特徵工程 可以做無限多維的特徵 你可以做無限多維的特徵 可是你有辦法求解無限多的係數解 做不到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 不管你的無限多維的特徵 你怎麼去無限多維 可是你的樣本數總是固定的吧 你的樣本數是固定的啊 所以說你本來是求變相數的參數 變成求樣本數的參數 喔這件事情很重要 因為 透過這個關鍵轉換 我們未來才有可能面對 無限多維的高維分別 這件事情很重要 所以下一節課 我們會繼續介紹 就是像一個後面的擴展 還有兩個關鍵的擴展 還會教育 那 你 你現在 這一個改變 未來會變成 這一個工具值的變化 未來你就會知道 為什麼這個強大的分類性 在深度學習的世界到來 不過跟大家講 深度學習的世界有遇到 2012年以後 或者2015年以後 2015年以後 深度學習的工 深度學習的相關技術 影響的世界 所以你現在學的這個東西 基本上它是2010年以後 2010年以前 統治世界的東西 你如果真的不想學 想跳過 這個我們多半就可以接受 好不好 這個 因為現在這個東西 真的是沒有那麼強 不過 數值分析的時候 知識相關技術 還是最好的工具之一 好 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裡 那 這個深度學習 還有很多 很多坑 像數 只有下學習才有方向 你只要知道 反正目前為止 大家都在做數值分析 對不對 反正 知識相關技術 是最好的工具之一 所以 而且 它的固學度量很難 但用起來不難 直接用套件 SDN就可以解決 好 今天上課都上到這裡